宗教協會傳播鏈今天再加二 其中一人是接觸確診同事染疫 另外一人則是陪女友參加聚餐 KTV活動 幸好兩人都早已被匡列鞠隔 所以對社區的影響不大 不過北市今天公布一名境外移入個案 案20028 50多歲的男性 他已經入境31天了 因為最近有出國的需求裁檢 才被驗出確診 CT值29 是否改判為本土個案 還要看血清抗體的結果 至於101也傳出有確診者的足跡 衛生局證實了消息 不過個案中央尚未公布 宗教協會唱歌聚餐 傳播鏈再擴大 20號雙北新增兩例相關個案 案20099 北市30多歲男性 15號曾接觸同事案19930 17號因為同事確診而被匡列 當時採檢陰性 但隔天就出現咳嗽症狀 之後採檢確診CT值13 另外新北岸20100 30多歲男性 則是跟女友一起參加聚會 16號遭匡列 17號開始喉嚨痛 但二採人是陰性 直到19號三採轉陽 CT值同樣很低 雖然兩名確診者病毒量都很高 但早就被匡列 居隔期間確診 沒有其他足跡 對社區影響不大 不過卻還是有百貨公司貼出停業公告 田姆SOCO店臨時宣布20號停業一天 原來是有確診者造訪過 今晚移入個案案200850多歲男性 上個月從中國入境選擇7加7方案 結合前三次採檢都是陰性 最近因為有外派需求再採檢 沒想到呈現陽性CT值29 等人入境31天之後才確診 他必須要再做抗體來做後續的確認 也是在由中央來做相關的判定 個案曾在17號到過田姆SOCO 頂太豐吃飯也去過士林監禮站 另外10185樓警官餐廳也傳出有確診者足跡 緊急停業三天大清潮 但目前上尾有暗號 宗教傳播列累計30人染疫 恐怕還有其他未保彈 九航劉偉辰 新北台北報導 國內疫情來關心 今天新增了4例本土個案 分佈在雙北 桃園跟台南 其中航警相關加一 煉油廠相關加一 另外有兩例是宗教協會春酒團的 延伸 有藝人也參加了13號的 餐序跟唱歌活動 另外藝人則是宗教協會成員的同事 目前這條傳播鏈 已經造成至少三波的感染 眼看本土疫情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有國內醫師直言 想要解封的人要先想好疫苗口罩 入境不隔離 這三個指標該怎麼應對 再來談 本土疫情起伏不定 20號新增個案在加四 雙北桃園台南各一例 其中中油另有傳播鏈多一例 案20101是日前確診家庭的同住家人 曾被確診的鋼鐵公司員工業務拜訪過 另外淘基航警案也多了一位家人確診 而最引發外界擔憂的是 宗教協會聚餐傳播鏈 新增兩例繼續蔓延 新增的案20099是確診的協會成員 他在商務公司的同事 案20100則是確診成員的男友 13號已有參加春酒唱歌聚會 今天市立的本土個案 都是居隔後因轉揚 對社區的影響不大 雖說新增個案對社區威脅不大 但宗教協會聚餐傳播鏈 至少已造成三波感染 從新北設計師傳到房屋代銷人員 再傳到宗教協會引發群聚 如今除了傳進國中校園之外 還有職場的商務公司 儘管新增的個案已經在居隔中 但傳播鏈是否會在外擴 也成為疫情觀察重點 即使有在匡列跟隔離 可能已經來不及擴散出去之餘 那當然就有可能不見得 是在這一兩天內可以解決的 眼看疫情還在收 醫師沈正南表示 想要解封的人 要先想好疫苗 放掉口罩和入境完全不隔離 這三個指標該怎麼應對 再來談 畢竟病毒很會鑽漏洞 一個群聚清理完 可能又會出現下一波 能不能接受這樣的動態清零 是解封的考量關鍵 接種不到 最新的疫苗受害救濟案例出爐 40名個案中有6例獲得了救濟金 只有一例被判定是跟疫苗相關 其他的5例則不確定 是否與疫苗有關聯性 其中新竹市的郭姓個案 在接種AZ疫苗之後 出現極罕見的 格林巴黎症候群症狀 何與救濟金40萬 另外新北市的夜姓個案 也在接種莫德納疫苗7天之後 手腳出現了紅卷 被診斷為罕見的 許蒂芬強生市症候群 何與救濟金9萬元 國內疫苗接種率越來越高 上個月施打速度還是世界第一 但有部分民眾出現不良反應 救濟審議小組公布最新審核通過的 救濟名單40名個案中 有6例獲得救濟金 只有一例被判定與疫苗相關 它是新北市的黃性個案 在接種AZ疫苗後 視野變小孩昏倒 經診斷為過敏性休克 何與救濟金2萬元 至於不確定是否與疫苗 有關聯性的有5例 其中一例市民新竹市的國性個案 接種AZ疫苗後 因為出現格林巴黎症候群症狀 發生率小於萬分之一 因此何與救濟金40萬 主要就是病毒感染 像感冒這樣子 或者是說像疫苗的事 或者其他的藥物使用 這樣子有可能會發生 還有一名新北市夜性個案 同樣出現函健症候群 接種莫德納七天後 手腳出現紅疹 經醫師診斷是史蒂芬 強生市症候群 這個疾病過去主要是藥物 及感染引發 不過近來也有多篇報告 是打完疫苗後出現 因此何與救濟金9萬元 另外在新竹市的蔡姓個案 則是接種AZ疫苗後 出現左眼第六對腦神經麻痹 也無法判定與疫苗的關聯性 何與救濟金10萬 雖然打疫苗在不同身體狀況下 可能出現不良反應 但醫師提醒 千萬別因此降低接種醫院 記者綜合報導 一杯手搖飲料的價格 竟然相當於一克牛排 有網友在臉書上貼文說 新竹竹北一間百貨公司內 有間手搖飲料店 最貴一杯飲料要價385元 查了一下發現 竟然比台北分店賣的還要貴 有網友就說 看來天龍國首都應該要遷都了 還說這個飲料應該改名叫做 心痛的感覺 不過店家出面解釋 說網友看到的是舊菜單 新竹跟台北的定價是一樣的 也強調 因為用料實在 定價才會比較高 鎖定的也是金字塔頂端的客群 兩罐人生飲品和鮮奶充分混合 加入百分之百的純蜂蜜後 再倒入台灣高山烏龍茶 這座手搖飲品用料不手軟 其實你的飲料好了 店家利落出單 但這樣一杯手搖飲 您猜得到它的價格嗎 九十一百出嗎 應該是七八四頭 答案都不對 真實的價格可是遠超過了三倍 這樣一杯起碼三百元起跳 那裡面裝什麼 裡面有金箔對不對 那我就直接去查他買冠軍茶 或是什麼之類回來就好啦 就只是個捷克的飲料吧 就不太需要花到這麼多錢 不但民眾驚呼 網友也覺得不可思議 連書社團分享 一杯飲料要三百元的高價位 直呼店家的茶很特別 因為特別的貴 還有人說一杯等於三天的餐費 喝的是尊貴 由於圈台只有兩間分店 一間在台北一間在竹北 有人就笑籤 竹北這下超過了台北 真的是有錢人的城市了 價格高也代表這食材 它其實是很實在 可是我們是很用心 喜歡給消費者喝到最好的 店家強調用料扎實 而網友點名的就是這款 店內最高價位的烏龍茶飲 由布丁 酪梨和純蜂蜜混合 價格可是堪比一克牛排的錢 對自家產品銷售有信心 業者也說 疫情前一天平均 可以賣出200杯以上 鎖定的也是金字塔頂端的客群 買這樣一杯手搖飲 捨不捨得花是一回事 但已經成為民眾討論話題 記者成長張士奎 台北報導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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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